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08分 早安你好我是紫盈 今天我们在空中聊宠物 但是呢不是教你应该要怎么选宠物 应该买哪一种宠物啊 我们要谈的就是呢 宠物的健康你应该要留意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有关注我的脸书的话呢 知道我家里其实是有一个小狗的 那我在养狗了之后呢才发现 其实除了选你自己喜欢的品种之外 应该要给它吃怎样的食物啊 应该要怎样的去照顾它的整洁啊 还有给它运动啊 这方面好像不是很理解 我相信呢在收听节目的 有些毛小孩的父母亲 可能也是有和我一样的疑惑 所以呢为你邀请到的是 88 PetSmart的宠物店总经理 我们有妮可少静怡 妮可你好 大家好早上好子音好 是的那我们就直接的切入正题 我家里有毛小孩的话 我们先从吃开始吧 我应该要给它吃哪一类型吗 真的要是给它吃狗饼比较多呢 还是吃生食 还是零食这三者都可以选的吗 还是它的比例应该怎样的呢 其实基本上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可能我们 我们其实简单来讲啦 可以先分成 我们纯粹只是要吃饱就够了 还是我们要吃得好 还是到最后我们要吃到养生的 那我们先要在经济上做一个选择先 然后再选择我们要选择的食物的种类 可是其实在狗狗的正餐上的话呢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那基本上比较方便的就是市面上 我们可以买得到的干粮 就是狗饼 然后食粮的话就是罐头类的 这两者的话 它其实是偏方便的 可是如果爸爸妈妈比较爱心的话 有时间可以自己煮啊 那些就是鲜食咯 如果我们再来的话 就是另外一种比较新一点的概念 就是生食 其实每一样食物都是好的 不过其实 如果我们比较简单的来做选择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要学会怎么样的 去看那个食物的成分 因为其实这个不难的 可是有很多的主人 可能他们会觉得任品牌 或者这个很出名 不要看比较多广告 可是好还是不好的话 其实我们再看他后面写的 那个ingredient list 就可以很简单的明白了 那其实狗狗的话呢 我们要了解的话 它主要其实还是以 肉类的蛋白质 是比较需要比较多的 而其次的话 就是carbohydrate的话 需要的那个分量 其实偏少 那我们在选择狗饼啊 或者是无论是罐头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了解到 它用的成分 可是很多时候 可能主人会觉得 这个狗饼很好 他就看那个包装 可能照片有一个羊排 他就觉得它是羊肉 可是其实你翻了 后面看的话 他其实后面可能完全没有羊肉 一块肉的成分都没有的 就是我们其实主要 前三个成分的话 就是它主要含有的成分 可是如果前三分 其实可能它写出来的是 骨类的东西啊 或者是面粉啊 饭的话 其实它纯粹只是用 这些成分其实比较便宜 可是它提供的营养的来源 其实主要的还是carbohydrate来的 那它为什么还会有羊肉的照片 它只是羊肉的flavoring 羊肉的味道 对好像我们吃一些快菜 即使面那样子 可是它真正没有一块肉在里面 加了味精 所以有那个感觉 对 原来还有这样的一层层面 那是不是说罐头的话 至少我们可以保证里面 就一定是肉呢 也不是哦 其实买罐头的时候 我们也是反去后面那边看 它其实也 因为我们想一想的话 肉为什么同样的罐头 一个400g的罐头的话 为什么有一些那么便宜 有一些会那么的贵 所以这个比例 其实跟狗饼 跟所有其他选择都一样的 如果它比较便宜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 它里面是大部分是feeler的成分 就是玉鼠鼠啊 面粉啊 饭啊 这些成分哦 然后可能它弄成jelly form的 它未必其实真的是肉 它就变得很便宜 它就吃下去比较饱 可是就少了那个真正肉的 很白质 所以养狗需要有很多的知识 而且要很多这种很细心的东西 可是其实这个东西也不难明白的 其实你反过后面 你其实一读 你也读得懂 有没有什么肉 有没有什么肉这样子 对 其实主要前面的三个 它真的是 你看得懂的东西的话 它就是真的是 比较直接是那个肉类的来源 可是如果你是读不懂的话 很多时候可能它还是有肉 可是它是人类用剩的一些 剩下的肉 可能它是骨啊皮啊 再打成一堆的 那它可能你读不懂的时候 它大概那个肉的含量 其实是偏很低很低 明白了 那我们选择了知道哪一个好了之后 一天应该要给它吃多少呢 吃几餐呢 有些人说吃两餐 早晚一餐 有些人说我要吃三餐 嗯 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的 它不同的食物 包括不同的牌子 它要喂的分量都会有不一样 就好像一般上比较贵的价格的狗粮的话 它喂的分量会偏少的 因为它比较少这种填充物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经济的食物的话 它要的分量就比较多 那如果无论你买的是 例如说狗饼的话 它后面还是会写上 一天需要的分量 那不同牌子有不同写的分方法 可是你看完了过后 如果你一天喂两餐的话 其实你只是除饿而已 如果你一天喂一餐 就直接一分 那一般上 如果我们的狗狗年龄 还比较小的时候 它不大能挨饿 你不大会说 一次过吃饱饱 20小时过后才有食物 那我们可能会在三个月之前的时候 我们就分三餐给它吃 然后慢慢可能我们就分两餐 那就比较容易明白一点 明白的 那有的真的是一天喂一餐的吗 也有 因为很多狗狗其实在成年后 因为狗狗一岁以后 就是成年发育完整了 那那个时候 其实主人可能也很常会给一些零食 奖励的东西 那它其实也不太饿 然后活动的时间 它有很多分散它注意力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 一天只给一餐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的 因为可能它白天活动的时间 那有很多 其他的可能有家里 小朋友陪伴的话 它也没有太把注意力 放在那个食物上 可以好的 那我们这个阶段呢 先暂时聊到这里 那第二段 我们将会谈的是清理方面 当然可能有些朋友 想要知道临时的 我们也会在下一段的时候 稍微谈起一部分 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非常可爱的歌曲 给你送上的是阿牛的 我是你的小小狗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可以去到我们的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I am the Malaysia 直播视频下方留言 又或者是呢 可以去到我们 The WhatsApp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来给我知道你的疑问的 Hello Dustin Dustin OK 现在应该是在脸书那边 我们有那个 直播 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谈 这个食物的东西 那说到这个食物 有没有人说 还会看品牌呢 哪一些品牌 就是比较好的质量 假如我们要看牌子的话 当然也会有 可是 如果我们简单来讲的话 如果真的好 搞不懂的话 贵的比较好 便宜的比较不好 可是在贵和便宜的时候 我们其实基本上 还是主要看回那个 狗饼的那一个成分 刚才我们讲了咯 然后还有一些特色 因为有一些狗饼在生产过程中 他们会用不同的科技 例如说有一些 他们是叫做 hydrolyzed protein的 就是说把那个肉的蛋白质 分成比较小的 那个分子 它就给它比较容易吸收一点 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是 现在的确是有 organic的狗饼 就是它在蔬果方面 是有机的 然后 其实这些话 如果比较简单来分 我们其实主要是 看它的成分表 其实你就大概可以分辨得到 它在吃着的 到底是不是 真正的好的食物 还是 它都在吃着 面粉 明白 就是你是吃着 我们说的 可以看得到 菜啊肉啊 还是整的 还是你是吃零食 那种已经没有看到形状的那种 对 如果我们说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要 像我家的狗狗 它是吃某一种品牌 然后我会换它另外一种品牌 然后我发现 它在排便的过程 好像排得更多了 更加顺畅了 是不是说 这个品牌的狗粮 就会比之前的那个好 可能我们也 如果想排便量来讲的话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马上更换的话 可能它会有一段小时间 它的大便可能比较软一点点 因为那个时候 它肠胃还没有那么的适应 只是过后 我们的 大部分的狗饼 如果它的吸收比较好的话 它的排便量是偏少一点点的 真的吗 就是它的营养大部分是吸收完了 所以这个我们比较明显会看到的分别 就是从狗饼转换到生食的时候 就是生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讲的 Buff 对 转到生食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原本狗饼的便便可能是 假设我们用gram来分的话 之前可能它大100gram 可是它换去生食的时候 可能它的便便就只有50gram 因为它生食的话 它就像 那概念跟加工产品的概念差不多一样 因为狗饼算是比较精致一点的食物 然后它的吸收 其实是没有最晚原始的时候的那么好的 所以它会剩下来的就会比较多一点点 原来还有这样的 我还以为只要它排得越多的话 就是它越健康 那个饲料就会越好 那个就大概就不大有这个关系 可是最重要是它每一天可以顺畅的 可以变 然后这个其实就OK了 可是如果你发现到它排出来的便便 有一些是可能很浅色 或者有轻轻红红的 很多时候就是它吃的是偏颜色素比较多的 它们的便便的颜色就会比较有趣一点 我跟你说它生日的时候我就买了那个蛋糕 那蛋糕你知道有些它们是粉红色 或者是蓝 它便便就说 对我就看到 好像很有趣的颜色 就就我有点不能接受你知道吗 这样当然它们用的那个 那个染色料它还是可以使用的 可是你就会发现到它排便出来会有有趣的颜色 感觉像中毒 好了 明白 好的好的 那我们待会两分钟之后我们在空中就聊零食的这个部分 因为零食也是有很多种 有的是那种像你曾经给我做的是自己做的 也是有那种买好的可能你可以放几年的那一种 还有一种它们是所谓可以拿来清洁牙齿的 哦就是那种咬牙的那种是吗 我们待会也可以谈一点是不是 还有的说它那个好像是清洁口腔了呀 对它其实这种咬牙的主要是 普遍的就是牛皮做的比较多 那些就是咬的时候 就是像它自己在刷牙的时候 可是 是真的有效的吗 真的是在刷牙 好过没有刷 就如果我们自己主人刷的话 当然你会用牙膏牙刷 然后你可以确保前后上下 就是里面外面都有刷到 可是假如是狗狗自己咬的话 它不可能我要咬完左边 我咬右边 注重外面 可是外面它大概就不大可以磨到 不过对于狗狗来讲的话 它其实还算是一个好的休闲活动 要是咬一下做运动 脸部运动 就不会太多 因为可能主人如果都是上班 没有在家的话 它比较可以消磨那种时间 消遣消遣 少一点破坏性的行为 我曾经听一些人说 就是你在它太小的时候 是不建议给它吃这种咬牙的什么 对 因为其实如果狗狗年龄还比较小的时候 它的那一个消化系统还没有坚全 所以可能它不但能消化 而大部分这种咬牙的东西 是牛皮做的成分比较多 它就会变成产位的负担 好的我们要来 好 欢迎回来爱谈大小事 你好我是紫盈 那老板给贴士呢 我们在脸书也是有进行一些 知识上的分享 也探讨了一些好像说狗粮啊 跟那个零食的部分 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呢 只有可以去到我们的脸书重看 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来自 88 PetSmart的 我们有宠物店的总经理 妮可 妮可你好 大家好 紫盈好 那我们继续的来谈这个零食的部分呢 有些时候呢 你给它零食 我觉得我是在善待宠物 你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 其实当然零食给的时候 狗狗会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零食一定会比他平时的 正餐还得美味的 可是 其实零食的量不需要过多 因为其实零食 坦白讲的话啦 它始终还是奖励性的成分的东西 而很多时候可能有一些增加了调味啊 因为让它比较好吃一点啊 防腐剂肯定也是会有的 那就变成了 其实很多主人就是看到自己的毛小孩很爱吃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很开心 那就多给 平时我上班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陪伴他 就多给多给咯 可是我们就发现到其实近年来 可能这十年来吧 就是宠物狗狗的健康上 比较多的问题可能是那种胰脏啊 这种所有跟 消化 消化或者是filter功能的内脏的负担的疾病 其实都偏多的 所以变成了 其实当然如果我们最健康的零食 当然就是自己红的那种 当然市面上也是有卖 这些的话 他就没有添加任何调味料啊 防腐剂啊 可是最好的奖励 其实还是陪伴啊 因为陪伴 其实不用钱的 只是需要时间 他也是会黏你 他也想要你多多的跟他玩 明白 我在脸书这里呢 收到一个Aaron的留言 他说 他的狗狗一岁 那他是吃素的狗粮 他是 有什么好的介绍吗 吃素的狗粮 OK 其实狗狗 狗吃素的话 这一点是有一点争议性的 或者我们实际来讲的话 他吃素是因为健康的问题 还是主人本身宗教的问题 如果是主人宗教问题 这一点其实有一点不太好的 对狗狗健康来讲 因为狗狗的话 他始终是 他虽然是杂食性的动物 可是如果你看这个动物 无论是狗还是什么都好 你看他的牙齿长怎么样 其实他真正的身体的消化系统 需要营养你就知道了 所以狗狗的牙齿 你会看到他是吃肉的 如果我们应应完全都给他吃素食的话 他还是可以活 因为他是杂食性的动物 可是他就会少了 他很需要的这个 肉类的蛋白质的来源 所以就变成健康上就会有问题 可是除非这个狗狗本来 他在吃着一般的其他肉类成分的食物的时候 他不断有敏感的反应出现 然后他真的是去看了兽医 然后也做了厌血报告 发现到他真的是没有办法 消化吸收肉类的蛋白质 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才转换去素食给他 要不然的话 他就在健康上 早期可能不太会有问题的 可是长期过后 问题就会比较明显 好的 那我们聊过了吃的这一个部分 都了解到了饮食对狗狗健康的重要性 那接着我们就来讲清理的部分了 有些人说 我希望他一直都香香跟干净净的 可是我们又很少看到 在路边的那种野狗 也需要这样子干净的去清理 像你扣的话 你会建议多久清理一次 他们是真的需要冲凉的吗 OK 洗澡的话 的确是需要的 那在我们买下的天气的话 是偏热和潮湿 就变成了一般上 我们会建议一个星期洗澡一次 可是在狗狗的照顾上 其实除了洗澡之外 还有蛮多东西 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包括洗耳朵 有一些狗狗是长耳朵毛 就要拔耳朵毛 然后剪指甲 这些的话 可能你就 如果我们说 为什么野狗都不需要剪指甲 他还是好好的 可是这个我们要理解的时候 因为野狗 他就是流浪 走在外面的路上 所以外面的马路是偏粗的 然后他身体有体重 所以他在走的时候 他每一天都有自然的摩擦到 就指甲这样 而然就不会长长 可是如果我们的狗狗 是住在家里面的 他一个地管是很滑的 他指甲根本不可能自然磨短 那就变成了狗狗的照顾上 就不仅仅是洗澡那么简单 然后另外的话 可能我们会讲说野狗都没有洗耳朵 也没有拔耳朵毛 为什么他们也没有问题 可是这一点的话 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到底什么狗要拔耳朵毛 什么狗不需要 比较容易分辨的话 如果嘴巴的毛 是会不断长长的狗狗 他的耳朵洞里面是会长毛的 这些狗狗就要 帮忙忍手去拔耳朵毛 才可以洗得干净 那就好像说我们大家懂的 就是Poodle Snowzer Sizu 你会发现 他会长不去长长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种类型的狗 他耳朵里面是会长毛的 如果我们没有美容师 或者主人有技巧的 帮他拔掉的话 他就会堵着 然后就会偏肮脏 也不通风 可是如果会发现到 嘴巴不会长长长毛的狗狗 就像French Bulldog Bigger Park 他耳朵洞是不会长毛的 然后清洗就比较干净 所以这些的话 其实也是在他的照顾的 其中一部分 就不仅仅是 冲凉吹干 那么简单 明白了 那有些人说 除了干净之外 我也想要香香的 就会买好像香水 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种香水 它的味道 其实我们作为人秀的时候 也会觉得挺重的 那狗狗 他的嗅觉那么灵敏 会不会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负担 其实对狗狗来讲的话 这种香水类的东西 他们其实是 没有那么喜欢的 只是主人喜欢 可是假如主人 真的很想要很香的话 可能可以选择一些 也有宠物用的 香精式的东西 就比较少一点 这种香香的部分 可是如果在考虑着 选择宣布的时候 可能也会尽量选择 那种香精是分开的 就是在洗的时候 纯粹我们注重的是 清洁的部分 可是如果当 其实当清洁部分 要加入香香的时候 它要额外再加一种 化学的混合剂 才可以把这两个原素 同时加在一起 就变成了 对狗狗的皮肤的负担 其实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所以如果主人在选择 这些洗发水的时候 偏味道不是太 超级香的 然后过后 如果你希望它 洗完澡过后 有一点点香的话 也有一些比较 天然性一点的香精油 可能涂少少在身上 就足够 就是洗干净了过后 可能有一点可以补充的 就是狗狗的味道 有人会觉得 很臭狗味 然后它就尽量 以很香很香的去洗 可是这个会越洗 越糟糕的原因 是因为 狗狗有很多品种本身 其实它没有体味的 所以你正常把它洗干净了 它也没有臭狗味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讲说 我狗今天洗完了 明天就臭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吹干 因为狗狗的毛发 像我们在 我们的天气很热 晒毛巾的时候 就是冲好 毛巾麻干 那么天气那么热 可能热一热晒一晒就干了 可是它自然干的时候 它是有潮湿 然后会有细菌子长 它就很快有体味 可是如果我们是 吹干 就是彻底吹干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味道 其实是不大会有的 明白了 好的 我们暂时的聊到这里 那下一段回来 我们来谈一谈 有关运动量方面的事情 那接着我们将会转到线上 就是脸书那边进行更多的沟通 来听华线大哥所演绎的 亲亲我的宝贝 OK 来我们又回到线上这里了 我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 有时候我们会吹的时候 吹到挺懒多 可能吹了百分之 其实这样子就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 它不香的原因 或者它味道的原因 所以其实我们在吹的时候 只要你吹得彻底干 就是你手指 渗入进去它的毛的时候 你完全不会再有凉凉 冰冰冷冷的感觉 就是彻底干的话 其实它就 只要它没有皮肤的问题 它就没有体味了 明白 可是有些狗它的毛确实很长 你要吹 要很长的一个时间的 然后就会有看到那种网上 买那种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你把它放在里面 就可以吹干 可是那个东西好贵 对咯 其实养狗狗的话 的确它是一个蛮 需要花费的一个活动 可是那些烘干机的话 其实是偏舒服的 因为如果我们直接用风筒吹的话 它的声音会比较大 所以像我们自己 我们在桶物店做的话 我们是最理想的方法的话 我们先会用一个power blower 就是中文可能我们叫做吹水机 就是快速把那个水飞走而已的 它可以减少后面那个热的时间 那把水飞走了过后 我们就放在那个烘干机 慢慢再烘 那个时候 那个杂音是偏低的 然后其实它只是一个温温 它就不大会感觉到很害怕 然后很焦虑的感觉 然后最后的时候 还是要完美的揉顺的头发的话 它还是需要过后用手风筒 同时再跟梳子一起梳跟水 所以它才会有那个比较蓬松的感觉 说到这个梳头 因为你如果没有好好梳的话 它会打结 对 那这打结的事情 你要硬扯下来还是要怎样 其实打结这个东西 可能我们要先了解的 就是狗狗的毛发打结 跟我们女生长发打结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人头发打结的话 我们是从发尾打结的 可能我们剪掉一小撮 整个发根都没有受影响的 可是狗狗的毛发打结 它是从发根开始打结的 那我们如果不要管它的话 它其实看起来 外表看起来 可能它还是很蓬松的 可是里面严重结的时候 它长久下去 也一样是空气不流通 然后洗得 可能你洗 也不真的是洗得干净 然后会卡着很多肮脏的在里面 就变成皮肤问题了 就变成其实 我们在选择狗狗的品种的时候 可能我们尽量选择说 你要脱毛还是不脱毛 如果不脱毛的狗狗 你就要群牢疏猫 因为它容易打结 脱毛的就比较少打结 可是你也是要群牢疏猫 那里Aaron他问 如果狗狗来月室的话 能帮它洗澡吗 月室没有问题的 洗澡一样是可以的 只是来月室的时候 可能我们其实比较 可能你就避免带它去 做一些游泳 或者是跟其他狗狗活动在一起 因为它会让到其他狗狗很兴奋 然后情绪上就会比较影响到其他的人 明白 好的 我们先暂时打住 一下下 我需要就是播报这个九点的新闻焦点 然后我们再回来 外交部 外交部呼吁发生冲突的阿塞拜将和亚美尼亚保持克制 资讯迈动 全天放松 IFM越听越爱 你好 我是子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关注早上九点的新闻焦点 外交部呼吁发生冲突的阿塞拜将和亚美尼亚保持克制 通信及多媒体部 将把斯当一拉纳印度拉普拉的故事拍成一部能够打入国际电影市场的电影 国际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 17号出发前往英国伦敦准备出席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 更加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留守新闻中心整点新闻 OK哈 我们这个之后呢 回来哈 还有30秒 嗯 我们看一下 很忙哦 忙 哈哈 下一段回来 我们就讲那个狗狗运动的部分咯 因为现在特别是在吉隆坡的人 可能真的没有时间 回到家都已经是晚上了 就没有大家出去 好 是不是应该要怎样提高 可以呀 回来了哈 OK 是的 上个星期呢 我们就聊过了化妆的这一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照顾 哎 宠物狗 它自己本身的健康了 为你邀请到的是来自 88 PetSmart的宠物店总经理 我们有Niko Niko你好 子音好 大家早上好 是 那我这一阶段呢 我们来谈它的运动量好了 因为像我的话呢 可能从早上 然后回到家都已经傍晚时分 又觉得自己很累 还挺少带狗狗出去走走的 有些时候也觉得还挺对不住他的 没要把他关在家里 那其实这种狗 它是需要去外面运动的吗 其实狗狗来说的话 运动是 的确是需要的 假如狗狗运动比较少的话 当然你会发现到 可能还长得比较胖一点 或者是有一些破坏性的行为 其实最重要的话 在健康上的话 我们会 其实很明显的发现到 以前可能 十多二十年前的狗狗 虽然没有吃得很好 也没有什么美丽的包包啊 美丽的东西用 可是它们 其实蛮健康的 可是后期的狗狗的话 它们生活的确是很好 可是运动偏少的话呢 主要 其实肌肉 其实也不会太好 就变成 如果我们想要运动 比较健康的方法的话 游泳 其实的确是真的蛮好的 游泳 可是很神奇的 就是狗狗游泳的话呢 它在建立肌肉是很快的 因为像我们在 我们的游泳池那边的话 有很多狗狗是 就是有关节痛的问题 然后是医生建议 它来这里游泳的 然后它游泳的时间 其实狗狗游五分钟 其实相等于 它在陆地跑二十分钟 是很大的那个运动量 建立肌肉也是很快的 那我们就会发现到 这些狗狗 它可能每一个星期 它来游泳一次 然后小型狗狗一次 可能它只是有一个 十分钟左右 可是它持续坐下来过后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吧 主人也会明显的发现到 从它的大腿啊 肌肉摸上去 明显是结实 之前就是比较扁 比较软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它建立肌肉就蛮快的 那这个话 对狗狗来讲就比较好 因为很多时候 它们很开心 你回来的时候很爱跳 可是每一次跳的时候 它下地 那个伤害关节一定是比较大 明白 肌肉有的话 就可以支撑它的体重 所以健康就比较好一点 明白 那小型狗的话 可能我们说 在走动 可能它重量也没有那么大 可能负担 对于我们想象来说 会小一点 可是有些好像养超超的那种 它是真的比较大肢的 那种也是不建议 让它们在陆地上跑动 那种也是去游泳吗 其实陆地上跑动 是也没有错的 只要它还是健康情况下 那我们主要是避免 是做太多跳的动作 尤其是室内的跳 因为室内 如果它在泥土上跳的话 其实比较软一点点 可是如果我们是在室内的 磁砖上跳的话 它每一次下地的时候 的那个关节的磨损 其实比较大的 那如果我们游泳的话 其实中大型的狗狗 跟小型的狗狗 它们在活动的习惯上 有少少不一样 小型狗狗虽然比较轻巧 可是它们很爱跳 每一天都放狗回来就跳 每一次这样子的话 它的骨又很幼 就变成了它的那么幼的骨头 要支撑它跳的那个动作 如果还有强壮的肌肉 就可以减少那个耗损 那很重的狗狗 虽然它的骨头大 可是它又很重 那肌肉同样还是一样很重要 那如果好像我家小狗 它在家里一直跳的时候 是不是我就不让它跳 把它抱起来 其实在狗狗 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要停止狗狗 做一个行为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 做错了一个方法 就是像狗狗跳的时候 或者它要跟你玩 它咬你手指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想要停止它的方法 可能是会搭配一些高音 或者是叫喊 或者是动作 就是不要啊 手举来举去 这些动作 高音啊 或者大动作 狗狗会觉得很兴奋 然后它会觉得 很好玩的 它有反应了 就是它这个活动 是做到很好 它就停止了 所以就变成了 像它跳手 还是它咬跟你玩 它用力不对的手 其实我们是应该停下来 用很沉的声音 命令它 就是no啊 或者不要啊 就不需要说 讲句子啊 摇手啊 这些其实反而会导致它 更加兴奋 因为很开心 那抱它呢 抱它是ok的 抱它也是可以的 可是可能你每次抱它 就也可能也会演变成 我跳跳跳 我就得到我最喜欢的 哦 错误的那个信息 明白了 明白了 好的 那听到这里 如果你是想要了解 更多的话 想要知道 Niko他们的其他服务啊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在空中分享的话呢 可以把你的信息 写到01117018289 写上宠物两个字 我就把Niko他们相关的 就是资讯分享给你 那这个断裂 我们刚才说过了游泳 如果跑步的话 你会建议他们 跑多长的时间呢 其实这个的话 主要是看会狗狗本身的 那个体型的大小 还有平时是不是很常运动 还有那个天气 就是热或者凉的咯 一般上如果是比较 小型的狗狗的话 其实他大概有运动 一个20到30分钟 其实是满足够了的 那如果偏比较大型一点的话 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不过这一点的话 可能我们比较需要留意的 反而是那个会 就当然是要避免热的时候啊 或者是当晚 如果那个地板的 就是外面的 如果我们用孔手去碰那个地上 我们还是觉得有热度的话 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太理想 带他们去 因为他们就没有穿鞋子 脚会烫 然后热度也是会高 OK明白了 好的好的 那我们就暂时的聊到这里 来听黄小虎所演绎的歌曲 我相信啊 喜欢狗狗的就是人啊 还就是他爸爸妈妈 都会避免让他受到伤害的 那这个呢 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可以留意的点了 我之前确实不知道 原来 会烫脚的你知道吗 对咯 可是对那些 脂肪比较厚的狗狗 那些的风险就偏高一点了 偏高怎么说呢 就是他可能散热不到啊 就是就会发生这些中暑的问题 对哦 狗狗中暑很恐怖的 我之前看过一个 吓死我了 因为人的话 我们还懂得说 他说我热还是什么 主人他不知道的时候 就他已经到了他的maximum 他的极限他已经不能忍受了 对对对对 那就很 他自己也很辛苦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多留意 这个部分的 那说到那个狗狗健不健康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讨论的 就是怎么样去知道 这只狗 它是肥的超重的 哦 其实这个还蛮简单的 其实如果你从上面看下去的话 他没有从肚子两侧远出来 那个就没有偏肥了 哦 就我们从上面看下去 他没有肚子就是不会偏肥 就是我们从他站着手 我们从上面望下去 如果他的肚子两侧 并没有远出来的话 他就比较不有这个问题 可是瘦的话 如果我们摸上去 并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到 他的脊椎的凹凸的话 其实就OK了 就OK了 OK明白了 每一种的狗狗也是这样子看的吗 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狗狗的运动量比较多 他其实不大会有吃肥的那个状况了 比较常的是没有什么冬啊 每天在家睡觉啊 吃很多零食啊 就会很快肥 明白了 所以我在想养狗狗啊 是不是也要和人一样做定期身体检查 像这个于良他也这么问 其实真的会 因为我们其实 就是从小就开始养狗的话 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 当你真的知道他有什么病痛的时候 可能已经很迟了 因为狗狗忍痛的能力很高 就变成了可能他有不舒服的时候 你不大会察觉到 所以假如定时每一年啊 去做一个身体检查 甚至是照这个ultrasound的话 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是真的是 可以提前看得到 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有足够时间去医他咯 通常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可能就是filter的器官 还是消化器官上的问题吗 这两个会比较偏多 其实今年来真的很多 我们其实有蛮多顾客的狗狗 我才这样讲啦 我的身体那种鸡皮疙瘩都会粘起来 就是主人很爱很疼 所以每一次都会买很多的零食给他吃 可是就算一个人讲 不要吃太多 这种不是很大 没有他喜欢 所以每次他们就会变成 吃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其实蛮快会察觉到 他的狗狗其实还没到中年 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 还没到中年 我们就其实看到他的狗狗的那些羊毛状态 是开始有一点点不是太好了 然后就开始有问题的时候 很多 其实在兽医那边真的是很多这样子的 就变成了可以的话 零食其实我们吃一定是开心 可是跟小孩子一样 我没有留 哇 你很喜欢吃巧克力的糖 我们去吃多多吧 那一个始终还是 同样的这样子 对咯 那这种做检查也是有ultrasal就过 还是也要去做好像x-ray这样 其实还没有到 并没有特别的问题的时候 当然医生也不会叫你去做x-ray 因为那个也还是有放射性的伤害 可是ultrasal的话 其实只要主人还是愿意承担那个费用 其实它是贵也不是会太贵 那我们做ultrasal 咽血的话其实是蛮ok 至少给医生听啊 有没有呼吸是不是正常啊 心率是不是正常的啊 然后其实蛮早可以发现到的 说到这个可能有些狗 它是有皮肤病的 那如果它又是本身毛很长的话 是不是建议就给它不要长毛 就剃掉它 其实是哦 真的啊 因为毛发当然它还有保护 那个皮肤毛的皮肤的功能 可是如果它已经有皮肤病了过后 你留的再漂亮再美哦 它里面的羹还是不理想的哦 如果我们剃短的话 你还比较看得到还可以涂药 它就比较好 如果它毛发很长哦 你又皮肤病 等一下又熟不好 又打劫又不同风哦 它会更严重哦 我之前就看过一个人家养狗狗的 确实也是因为有这样子 然后就剃到整个都没有 很可怜这样 可是可能我们看回不同品种的狗狗 有很多狗狗的毛质 就算剃广了过后 长回出来 其实它并没有损伤的 所以那只是短时间 可能两个月里面比较不漂亮啊 就是Botak的样子哦 然后只是有一些品种 的确是不能剃的 那剃咬过后它再长回 它的毛发就没有原本的 那么顺滑的 哪种呢 像Pomeranian啊 Ciao-Ciao和Husky 如果我们真的是 把它的毛发剃光的话 它再长回出来 其实是会有分别的 尤其是Pomeranian的话 它可能就是在也 它很有可能是长不回毛的 好嘞好嘞 那我下次留意 好嘞 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了 最后一段我们就谈 要不要去跟外面的朋友聊 然后不要解杂了 OK OK 欢迎回来老板给贴饰 你好我是子盈 今天我们很开心 可以跟Niko在空中聊了 那么多宠物的健康 你需要注意的是 那Niko呢 是来自88 PetSmart的 宠物店总经理 那在脸书的时候 我们聊到了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 你不要给它剃毛啊 等等的事项 想要听的朋友呢 可以去到我们脸书 再点击重听的 那在第四个阶段 我们来关注的 如果我家里只是养一只狗的话 我担心它好像很少跟其他的狗狗 接触它的社交感不好 那是应该要让它出去吗 OK 其实对狗狗来讲 社交是真的蛮重要的 而到底怎么讲呢 现在的狗狗其实很融入我们的生活里面 如果自己的狗狗社交方面很差的话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很不方便 就是包括可能你要带它去公园散步 可能它见到其他狗狗 一它就害怕 然后它躲起来 或者是它很怕它先飞 你就会觉得蛮大困扰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握这一个社交的学习的时候 其实是在它还没有成年之前 它那个时候只要它打完三支预防针过后 它有了完整的抵抗力 我们其实就应该要开始 趁它还小的时候 带出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让它知道这个世界除了爸爸妈妈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的人 还有其他狗狗的 那它的抗拒性其实是会比较低一点点的 这样当然我们带的时候也要小心 就是说如果体型相差太大的狗狗 它的对方的狗狗是比较容易激动的 你就避免 可是它慢慢接触的时候 其实那个它很害怕 其实是它不知道 它才恐惧 而且久了过后 它每次都害怕 父母的反应就是 哇快点抱起来 然后它也是觉得 我一定很可怕的 所以我要很危险 可是如果就是爸爸妈妈 也是比较鼓励性的 你确保那个地方安全的话 并不是说 而它一不要你就马上爆化 其实它慢慢 它还是可以 学会那一个社交的 的那个东西 但是作为就是养他们的 可能会担心 等一下我的去欺负别人 或者是别人欺负我的 特别就是 如果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跟它发生了 就是可能会产生后代的这个关系的话 你会建议就是把它结扎吗 其实结扎的话 好处是偏多的 那首先刚才我们聊到说 社交方面的影响的话 结扎过后 尤其是公狗的话 它比较少会有这个 好色性的行为 然后还有比较少会有这个 想要做大哥 攻击其他狗狗行为 它不一定是去说 去咬其他狗狗 只是还因为想要做老大 可能它会有比较 区域性的行为 然后要欺负其他狗狗 这一些行为 都是会导致打架的问题发生的 所以就变成了 像我们在我们的 宠物酒店里面的话 比较常有的这些 行为不良好的狗狗 很多都是没有结扎的公狗 所以变成如果找好这个行为 其实我们就会拒绝 因为它就不适合 跟大家在一起 那如果狗狗有结扎的话 无论是男生或女生 健康上其实的确是比较好的 那它的情绪上 其实会比较稳定一点点 然后在年纪慢慢大了过后 它可以避免很多 不必要的疾病的风险 尤其是那种 因为荷尔蒙变化而发生的 像母狗的话 可能是那种卵巢 子宫癌 然后当然公狗的话 这种前列腺 狗丸癌 的那种几率就会减低很多 所以好处的确是 无论性格上 健康上都是比较多的 那坏错的话 可能主人会觉得 哎呀变成公公了 它再也没有后代了 可是这个是我们比较 套我们人类的想法在里面 可是只要它健康好的话 它的生活的那个素质 其实比较好的话 那个会比较重要一点 明白的 那这是在它的结扎部分 那公狗结扎跟母狗结扎 好像也是有一定程度上的 不同的是吗 对 母狗结扎的话 它的手术会稍微大一点点 因为是子宫的部分 可是公狗的话 其实它是把它的两立淡淡的 那个 pocket打开 在哪条里面 所以它是比较靠外面的 那可是很多主人的话 他还是很担心说 会不会有很多风险 那可能你可以先跟医生聊了过后 先做一个身体的检查 确保医生也可以确保 他的健康是OK的 那我们才开始做这个手术 就会比较好一点了 是的 明白了 好 那这个是从健康层面上的去考量 那今天我们也在空中 确实也是聊到了很多 那我知道 特别是住在雪龙一带的 就是养狗的父母亲 或者养猫的 有些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出外地呀 没有办法去照顾它 可能就需要把它放去 这个宠物酒店 那在选择宠物酒店的话 因为外面有很多 只是把它放在笼子的 那Nico你们的是 有放给它去交流的 为什么你们要做一个这样交流的环节 其实在狗狗 它们大部分在家的话 都是现在的狗狗 大部分都很少是养在笼子里面的 所以它来到宠物酒店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说 它可以尽量接近它原本活动的方式 所以变成它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是应该各自回去 各自的独立的房间里面睡觉 还有因为它需要自己 可以好好休息的时间 不被打扰 然后包括早晚餐 它吃东西的时候 还是分开在自己的房间 因为有时候 如果它一起吃东西 它也是有那种真实的情况 然后出来玩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宠物酒店 也经营比较久了 所以很多的狗狗 其实我们都很认识它的 熟悉它的性格 所以它们出来玩的时候 都是我们还是会分类的 那只是如果一旦遇到狗狗是有这种 超色性的行为 还有那个就是要做老大行为的话 如果纠正不到的话 就没有办法 那个它就要回去房间了 明白的 好的 那今天在空中确实是有限的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宠物健康 或者是宠物酒店这回事情的话 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 写上宠物两个字就可以了 今天谢谢妮可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紫怡 最后给你送上的是这首歌 123我爱你 很快哦 一下子就过了 一下子就过了 很忙哦 我看到你 是 所以我就看 我看这个鱼良朋友也很好 他就说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到你的脸书 他也把你们的脸书的那个链接放上去 真的是太好了 谢谢 哦 他是观众来的 对 他是在脸书上面的观众 哦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分享挺好的话 你身边有朋友是养狗狗的啊 都可以把这个内容分享给他们 毕竟都是平时生活起居 饮食住行 大家需要注意的部分 也都是要我们再探讨一个吧 然后我们才结束这个直播 现在有的爸爸妈妈 喜欢给狗狗买衣服 哦 他们会很热吗 其实 哦 OK 呃 这个的话 可能始终我们还是会在 很多还是会 主人还是选择 美观的确还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们在选择衣服的时候 可能 呃 我们的立场啦 主要是 有穿衣服的时候 你要记得脱出来过后 要好好帮他梳毛 哦 因为有穿衣服的地方 是比较容易摩擦有打结的 那如果他在毛发覆盖的地方 你脱了过后 或者很长时间没有换的话 他的确蛮结的 然后到最后 他的衣服脱下过后 他自己的那一层 original的毛 已经受损的话 就会好 那就穿到把书毛 就OK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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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还有这一个 啊 这一个其实比较重要一点 对咯 我以前给他穿baby 啊 拍照拍照拍照 啊 都脱了过后 没有说话 对不对 他就会很容易结 然后过后 主人在洗澡的时候 可能他也洗错 嗯 因为一般上很多 主人洗澡的时候 就是当着自己的头来洗 上下上下上下 上下洗 其实你又帮忙 他再结多一点了 哦 所以是应该要怎么 应该是顺序的 就是我们主要是 往下洗 往下洗 往下洗的 哦 然后我们在冲水的时候 也不需要太过去 到处乱搏 对 吹毛的时候 也不是哇 到处乱捶 那其实他会 呃 无形中 导致容易打结 然后就是主要是 这些小知识而已 原来不可以这样 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吃 因为你这样洗的时候 而且感觉那个泡泡 也容易出来 哦 对 所以通常我们是 往下洗 啊 吹也是往下吹 它就比较不容易打结 好嘞好嘞 学到了 下次自己在家 洗的话要多留意 好了那 系上的朋友 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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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